接下来为您播出头发栏目剧 入货还是麻痹 经期收看普法栏目剧温柔香上级 看普法故事 凭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今天我们要跟你讲一个 关于诱惑和抉择的故事 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齐勇 是个生意人 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4S店 卖汽车 修汽车 事业上是顺风顺水 顺风得意 感情上也是如此 他的妻子叫江兰 很漂亮 曾经是舞蹈演员 结婚之后在家相夫叫女 不过他们家这个女很奇怪 户口本上没有他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只宠物狗 他们俩对这小狗那简直疼爱的 就是一家三口人 女儿过来吃饭 女儿过来喝奶 就这样的称呼 齐勇呢 与生俱来有这么一种特律 温柔体贴 所以啊 这个人女人缘特别好 很多的女同胞们就说 你看看齐勇 那真是天底下最懂女人的男人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 在他的生活当中 恐怕就机会要多一些 什么机会呢 诱惑了一些 而秦勇的这份温柔和多情 就让他陷入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麻烦当中 最终变成了致命的威胁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去哪儿啊 我 我要回家 干嘛那么着急啊 白尾 我怎么会在这儿 还说呢 昨天晚上 你喝了那么多酒 我就只好带你回来了 走开 走开 对不起 为什么说对不起啊 我又没有怪你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 你喜欢我什么呀 温柔 你是我见过最温柔 最懂女人的男人 你等等 对不起 以后别再干这种事了 不错 我又没怪你 以后可以把这当成你的家 这儿不是我的家 你看 她多可爱呀 而且啊 很喜欢您呢 可惜啊 我家有大小姐了 要不然 我还真想把她带回家呢 欢迎下次光临 好的 好了 走了 走喽 拜拜 拜拜 怎么是你啊 大叔 找我粉丝了不接我电话 我老婆马上就要回来了 要不你先回去 我离婚了 我是为了你才离婚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吗 来的这个女人叫谷大森 曾经和齐勇有过一段情缘 当初齐勇打拼事业的时候 得到过他的帮助 这也让齐勇一直感恩宰心 不忍心将他拒之门外 我现在是结婚了 不过你对我的好 我一直都记着 这样有机会 有机会我好好报答你 好不好 我现在就要你报答我 跟我结婚 你这是无理取闹啊 你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没电路 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住的地方 我帮你想办法 先我去一下 住兵吧 好吗 你只爱着我 齐勇 我了解你 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人 我都忘了 以前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你是那么温柔 对我那么好 我不要离开你 你是我见过的 天地下最温柔 最逗女人的男人 你是我见过的 最温柔 最逗女人的男人 是我 是我拿出所有的继续帮你 是我 大飞 你对我的好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可是 可是我当时跟你说得很清楚 我不想破坏你的家庭 再说 当时你也离不了婚 所以我们才分手的 不是我要离开你 不是我离不了婚 是我当初不想拖累你 不再和你分开的 你知道吗 我心里一直还爱着你 还想着你 所以我无法继续我的婚姻 所以我才离婚了 你知道吗 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知道这样 我才能回到你的身边 我什么都没有了 别走 我求你了 你过一点时间 我一定能和他离婚 我们还可以继续在一起 大飞 你让我说什么好 我不希望我们俩的感情 破坏你的家庭 我心里无法接受 感情是不能左部右盼的 该放手的 就要放手 我爱的是你 你也知道 我和他之间根本就没有感情 但是你离不开他 我爱的是你 这些年 我感情 你给了我爱 给了我自信 给了我帮助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将来有机会 我一定好好报答 部长 但是 如果我们继续 纠缠的感情 将来可能变成仇人 我们还是好比好算 祝你幸福 珍惜眼前 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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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爸妈妈 你又玩上去了 啥 我今天中午买了好多菜 去我们家吃吧 上午 算了吧 你还是回去啊 伺候你那狗吧 什么说两句 我怎么少说呀 我想抱孙子 这女人不养孩子 可以养狗 什么道理 再说了 这狗有病菌 是不是影响怀孕啊 你说我可不想啊 我的孙子成了傻子了 妈 您这是老思想啊 在国外啊 这个羊虫和生孩子啊 一点冲突都没有 你看你看 我说了也是白说 爸妈 中午没事就过来吧 我看算了吧 就你那个家还叫家呀 我看简直就是一个狗 你也知道 我心里一直爱着你 我在外 不可能拿出全部的钱 给你做生意吧 我明白 我什么都知道 当初要不是你 我的公司早就垮了 我不可能有今天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你不要让我离开你 回来了 家里有客人啊 来 我来介绍一下 这个是老家的一个表姐 她刚从外地来 也没地方去 老婆 要不让表姐 在咱们家照顾咱们的生活好了 好啊 我们家归女呢 你们俩有孩子了 家里公司来电话 说还没人呢 这才好了 有表姐照顾我家钞票 我就放心多了 我在楼下见咱爸妈了 我可能 老孙又惹她们生气 傻瓜 爸和妈怎么会生你心啊 对了 我有事我先走了 你们聊 表姐 来看我家归女吧 不行 这毛病公司 我看着害怕 让人还不过别 表姐 没事 归女可怪了 还有 表姐说话直来直去的 你别介意 没事 我们家归女可好带了 这不再把小孩麻烦都弄了 不就我的孩子吗 那我先走了 你们聊吧 不用了 不用了 你下班早点回来 齐勇的感情生活可真够复杂的 一下子和三个女人纠缠不清 咱们一个一个说 首先是她现在的妻子 江兰 咱们说了年轻漂亮 而且这么多年 两个人一起打拼过来 在她生意事业最低谷的时候 给了她很多很多的帮助和鼓励 才有今天的成就 所以从她心里来讲 她对于自己的妻子 江兰非常非常的爱 那另外呢 就是那个闯入齐勇家的 中年女人叫古大芬 古大芬跟齐勇的关系 或者说他们的爱情 比齐勇跟自己老婆江兰还走 但那个时候呢 齐勇是个小年轻 古大芬已经有自己的家庭了 这叫姐弟恋 而且是婚外情 古大芬呢 在这段感情当中也付出了很多 包括帮助齐勇的生意解围 给了很多钱 齐勇对她很感激 但是她一直她也很难受 她这是婚外情第三者 所以呢 她主动的结束了这个关系 可是没想到 古大芬这次 竟然是直接找上门来 而且还告诉她说 我要跟你再续前缘 我已经往后路断了 我已经离了婚了 我来找你 可是现如今 齐勇已经组建家庭了 她对古大芬已经没有什么爱情了 只不过还是很感激她 那么现在这种处理 她就遇到了问题 怎么办 她的解决方法是给自己的妻子 给老婆撒了个谎 把这古大芬留在家里了 最后一个女人 叫钟白威 钟白威是跟齐勇发生 一夜情的那个女人 这是在酒精的作用之下 当然钟白威之所以 会跟她发生这个感情 也是因为一直对她倾心已久 可是你看呢 一个是妻子 一个是旧情人 一个是谋求上位的女秘书 这三个女人都在争夺 争夺那个所谓的 天下最温柔的 最懂女人的男人 这点事还有问我吗 你们听吧 好的 齐总说 要买什么颜色的沙发了吗 齐总也是 颜色不定将来 将来买了又不喜欢 这又不是头一回了 你只管做你的事 什么时候管起领导来了 那好像不太高兴 你先出去 我想敬你 有事吗 你是不是特别讨厌我呀 我跟你说过一万次对不起了 我给不了你想要的 你不要再骗自己了 难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不好吗 昨天晚上 我们都喝醉了 我真的不想这样 你现在要坐 就是坐 OK 这事就不提了 这启用也真是的 这么晚还不回来 我看你也不担心 男人嘛 总会有男人做的事情 该来的 总会回来的 你上门去来干嘛呢 那么晚一点电话 最近特别忙 刚才有个应酬 你们不用等我 这我不要担心 老婆 这是咱们闺女 乖不乖啊 快 我给你可以熬的粥 赶紧 把这先喝了 我不喝了 我睡觉了 不行 你这胃不好了 喝了些男的 小兰 要不然 你也喝点 有电话怎么不接啊 秘书催我上班呢 别和秘书跟我搞暧昧的事啊 我可是个心狠手辣的女 我看你啊 这刀子嘴 都跟心还差不多 对了 你的钥匙呢 钥匙 可能是辣办公室了吧 老婆 你要钥匙干嘛呀 给你表姐啊 她可不简单 不要是敢得罪她呀 回头再向爸妈告我的状 说我一大堆坏话 我这不是躺了吗 表姐也是咱家的亲戚吧 怎么说也该和爸妈 做一块吃顿饭吧 不用不用 那是远房的表姐 我二姑妈大嫂子家的女儿 她们不熟的 不必折腾了 再说 妈妈害怕狗 要是来了 又得说你了 好了好了 该上班去了 赶紧给挨扎去 涨钱去 否则啊 屁屁 这阿福斯好 是 好嘞 先走了 表姐 咱以后做头发 到自己卧室里面做好吗 我跟她抄票 不喜欢这个味道 我吃了一个 你说的话怎么这么好笑 怎么了 怎么了 你把狗当孩子 一口一个闺女 你别忘了 你是人 你又把对她的耐心 拿出来好好关心 关心我们家齐勇 逼什么都好 齐勇是我老公 什么时候常你家的了 她是男人 男人你那苦苦不应该了吗 你们俩这是干嘛呀 你瞧 一大早在吵吵什么呀 都少说两句 到 又开始围长了 怎么了 来 快快快 你上吃 怎么样 好点吗 没事 可能昨天喝酒喝得太多了 好了 我要上班去 我跟你一起去吧 你站住 站住 这洗眼够了吧 我还说 你怎么这样 都没样子 我在你们家当老妈子 给你们端茶倒水的 我这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说吧 我两个到底该怎么办 又来了不是 我现在有将来 我不能伤害她 你知道吗 是 我真我爱过你 那你就可以对不起我 我是为了你才离婚的 这孩子老公我都不要了 我可是精神出户 我现在一无所有 你知道吗 我正想和你谈这事呢 咱们上车 我知道 好多事情是我做的不好 可是你说 现在这种局面 你这不是为难我 是你在为难我 我不要你的补偿 我只要你 我要和你结婚 咱们两个这么多年的感情 我放不下 难道江南就这么好 他是一个好人 我不想伤害到你们任何一个人 你知道吗 那不是你老公吗 是他 他旁边那女的是谁啊 他不会搞外遇了吧 现在的男人都爱偷心 你能不能说点好的吗 那是他表姐 真实的 是吧 要不然你跑过去抱抱抱抱 我问算怎么回事啊 真讨厌你 走吧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你 你怎么这样 我怎么样了 挺好 既然你要彻底跟我分手 就别怪我狠心 我现在立刻 马上去告诉江南 看看到底是他先离开你 还是我先离开你 你太过分了 你知道吗 是你先忘恩负义 这男人是要看紧一点的 尤其是婚姻里的男人 熬不住寂寞的 我老公就是个好典型啊 一会儿啊 你看他喷喷香水 一会儿啊 又看他手机静音 幸亏我的心脏够强大 不然啊 一想到他现在 正在跟哪个小姑娘甜甜蜜蜜 我还真想杀个人 你可别 为男人 杀人犯法 不值得 就算有一天 金勇有了外遇 我会毫不留情地离开他 给你打电话 可你不接 以后非上半时间 不要来私人电话 你只是个秘书 如果你连自己的身份都忘了 不需要我再提醒你什么吧 对不起 我现在就忘了 少了这套 其实 我早天想把这个给你 你可以买一套房子 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 你可真大方 我不是大方 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你真的不想留下我 傻瓜才愿意把炸链留在身边 看来我死成也没用 钟白威今天离职 给他办理一下离职手续 面对钟白威的一再纠缠 不堪其扰的齐勇决定 用钱来打发他走 钟白威收了钱 离了职 他会就此善罢甘休吗 老婆 你怎么来了 你的秘书离职了 是啊 我看他呀 倒不像是离职 就像是打了一场身杖一样 是吗 上午 我看到你了 你偏偏偏偏看到我 笑啥 在咖啡馆 我看到你和你的表姐 在悠闲地喝着咖啡 哦 是吗 那 那你怎么没进去打个招呼啊 我们在聊小时候的事情 你和他小时候就认识吗 秘书 我不是傻子 不管他是谁 只要他不破坏你和我的关系 我可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你知道吗 我看到你和他在喝咖啡 你们的表情 根本不像表兄妹 老婆 我们真是表兄妹 秘书 我已经给家政公司打个电话了 过几天 保姆就会来 到时候 他不想走 也得走 好好好 都听你的 事后不早了 一起吃饭 好久没浪漫了 不行 我得去看钞票 他一个人在家 我放心 虽然齐勇巧妙地回避了 让谷大坟和自己父母见面 让自己的谎言 在自己的老婆江兰面前 没有被拆穿 但江兰可不是傻子 凭借着他的直觉 他觉得 这齐勇跟这所谓的表姐两个人的关系 怎么这么奇怪呢 尤其是有一天跟自己闺蜜逛街的时候 居然撞见了丈夫和这谷大坟在一起 他心里边就不免咯噔一下 尽管说他装作不在意 但心里是恐慌和多 那么他的丈夫齐勇又是怎么想的呢 虽然谷大坟在生活上 他一直对着齐勇照顾的无微不止 但齐勇更需要的是 将来心灵上的相通和支持 所以他现在的做法 等于就是给自己家里买了一个定时炸弹 怎么把谷大坟这定时炸弹挪走 他得想想怎么办 那么他同时也在担心 谷大坟会不会受到刺激 做出一些不利的举动 宝贝在哪呢 照片啊 老妈回来了 去看看吧 他死了 你说什么 他死了 你醒了 不至于吧 不就死了一条狗 难过什么啊 今儿带他到小区溜弯的时候 吃了小区里边的耗子药 妈妈对不起你 妈没有看好你 哭吧 哭了这心里就舒服掉了 还失去心爱的东西 谁都会心疼的 好好哭吧 你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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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妈妈 你看看妈妈 老婆 你多少要吃点东西 小伯的生命 总是比人类短暂的 他迟早有一天 会离开我们的 你看你这样 他在那边也不开心啊 可能 我们和钞票的缘分 就这么多 你要善待自己的身体啊 否则 我会难受的 嗨 有什么可难受的 这狗就是狗 你非得把他当人看 他有那么大的福分吗 你闭嘴 你 我说你怎么不是好财啊你 你帮我偷走 你告诉我 是不是你害死了钞票 你想象力还真够丰富的 看在以前的球背上 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师父 到底是不是你害死了钞票 师父 你可别冤枉好人啊 这是高档小区 怎么可能有好险啊 是 就算是我害死 怎么样 难道你还要一命给一命吗 你 怎么办 他打我什么 你打 你打 看起来 你不会和他摊牌的 你也忘记了我们当年的情分 我告诉你 我认得只不过是一条狗 而他拿走了我这整个心 你打 你今儿要敢打我 我就把咱俩的事一起告诉江兰 对 你小心点 我先不要求你什么 我知道明天也不可能离婚的 我只要求你不要离开我 如果这样的话 我就替你隐瞒我们俩的关系 要不然这样 我们重新组建了家庭 我只要你一个礼拜 你给我来一天 我能看见你就好了 好 只要你肯离开这个家 只要不再伤害江兰 我什么都答应你 好 只要你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江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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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礼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江兰知道了古大芬和齐勇的这个关系 对他来讲 这心里真是非常的难受 而古大芬呢 居然把人家这个宠物狗给毒死了 有很多朋友养过狗 知道这个宠物啊 跟主人这个感情非常的深 那确实是不在户口本上的家庭成员 那对于江兰来讲 你毒死了我们家这钞票 毒死了我孩子 你就得负法律责任 这个说法咱们可以理解 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法律 还没有相关的规定 那如果要放在法律的层面来讲 宠物呢是属于主人的财产范畴 毒害宠物的行为 目前只能是侵犯他人财产来进行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66条的规定 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的保护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 风险破坏 而第37条也指出 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失的 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的民事责任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古大芬自己不承认 要证明说这狗确实是他害死的 你这取证也很困难 所以将来好像现在 只能是打落了牙往肚子里咽 一肚子苦水 你也不能拿古大芬怎么样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要看一看自己的丈夫秦勇 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秦勇明明知道最亏祸首就是古大芬 但是你也发现了秦勇 这个性格是非常非常的软弱 他其实是在一步一步纵容着这个昔日的情人 为了能够让古大芬不再制造出其他的麻烦 齐勇居然同意跟古大芬在外边安个家 而就在齐勇和江兰的婚姻逐步走向绝望的时候 齐勇的身体发出了危险的警告 是因为身体虚弱 是因为身体虚弱 他情绪异常低落才导入了婚决 不过没什么事 休息几天就好了 多注意他的情绪变化 别给病人太大的精神刺激 他神经型很脆弱 内心缺乏安全感 好的 谢谢 走吧 接下来说说你自己吧 发现结果出来了 不好 林医生 帮我一个忙 请不要告诉江兰 我问你抓点紧 这种事 忙不住的 你先忙 怎么了 优优独播放 这边 老婆你干嘛去 不行不行 闪开 医生说让你静养几天 拿开你的脏手 你和谷大帆到底什么关系 你还真当我是傻子 我那是不愿意揭穿你 就这么有恃无恐的 来伤害我和我的闺女 都是谁不胜 你们都该得到报应了 老婆 老婆 我痛 我怀孕了 谁的电话 没谁的 小兰 医生说 我不适合做流传手术 最好还是把孩子生下来 我真的喜欢你 我想要这个孩子 就是咱们两个的孩子 我希望这个孩子有父亲 你有没有搞错呀 我是有老婆的人 我不介意 我会等 那可怕令你失望了 我很爱他 我想和他共度一手 你还年轻吗 还有机会找到爱情 你应该放弃我 找你心中的最爱 你就是我的真爱 好好好 事到如今 我也不怕告诉你实话 我已经得了癌症 你觉得一个快要死的人 还能给你什么承诺 我不要什么承诺 我只要跟你在一起 哪怕 你只剩下一天的时间 我都会用这一天来爱你 随便 我想重新回到公司 回到你身边 可以 但有一个条件 你必须把这个孩子给我做的 都是那个谷大分 坏套了 不过 我已经在微博上发了群人启示 让网友都来软绕他 男人都靠不住的 你要坚强起来 做一个勇敢的奥特曼 不然 你怎么打小怪兽呢 也是 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女人 为了调查清楚谷大分 究竟是何许人也 江兰把他的照片贴到了网上 号召网友人肉搜索 很快 关于谷大分的种种信息 便传了过来 这香蕉 那你想吃什么 告诉我 谷大分不是你的表姐是不是 她有老公有儿子 还有个情人 那个情人是你的 这都哪回哪啊 没影的事 咱不相信网络摇议 那个药 原本给我吃的吧 你不留神给个钞票吃了 想让我消失 不想看到我 可以啊 我可以走 我可以把这个位置让给她 老婆 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是爱你 真的 你就是这样爱我的吗 老婆请你相信我 我跟她真的什么都没有 我就爱你一个人 我不想再看到你 江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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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头之分 但是呢 与此同时 她也发现 丈夫跟谷大分的情史 其实并不光彩 没想到丈夫 竟然做过别人的第三者 所以她现在觉得 哎呀 对这个齐勇很失望 当然 我们还得说一下 江兰擅自在互联网上 发布谷大分的照片和信息 并且号召网友进行挖掘搜索 这个行为 这其实啊 是对他人 隐私权的一种侵犯 那么这个隐私权 法律规定是指 公民 享有的 私人生活安宁 和私人信息 依法受到保护 不被他人非法 侵扰 窒息 搜集 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 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 未经他人的同意 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 或者以书面 口头的形式 宣扬他人的隐私 致使他人的名义受到损害的 按照侵害他人名义权处理 所以 如果将来的这种行为 确实对谷大分造成了伤害 那谷大分是可以追究他的责任的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 面对谷大分的无理纠缠 还有痛下黑手 面对齐勇的懦弱隐瞒 将来伤透了心 那么对于齐勇来讲 他要面临的不仅是 如何挽回 眼看就要解体的家庭和婚姻 还有突然间冒出来的 他跟钟白薇 这所谓的孩子 还有来世汹汹的病情 这个所谓的最温柔的男人 和这三个女人之间 还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你们是个大屁 求求你别离开我 我们永远在一起 你和他还好吧 我和江苑已经离婚了 错在我 我应该尽身处 我怀孕了 我爱上钟白薇 混蛋 那你不介意 我心中有其他人吗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就是嫁给他 你现在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走 去派厕所 只要你喝完这杯酒 我们以前的世界 一笔勾销 你混蛋 我既然结婚了 就不会随便离婚 你不要连我还要呢 你不做 我做 看普发故事 凭百味人生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我们再见 我们再见 再见 我们再见 我们再见